秋天或是初冬時來喝一杯熱的Latay 一流 Hello Hello 現在我身處在香港 我是第一次正式在香港拍vlog 好像是 周邊的人都聽到我講廣東話 其實是有點尷尬的 今天我是想去一間cafe 在大維 很特別的 它是一個四層高的日系cafe 我覺得是很值得vlog 去記錄一下 所以今天就特別去拍片 現在就去吧 這間cafe就在大維火車站A出口 走大概一分鐘之內已經去到 就是前面這裏 這座三層四層高的白色建築物 已經有人在二樓那裏 露台位打卡 一樓和二樓吃東西 三樓是做格 四樓是平止美女 我們現在坐在這個露台位 想不到星期一的平日都是這麼多人的 不過我也有露台位 所以我也不錯 這個看出去是 街極來的 如果是一片大草原來就多棒 你們想像一下好不好 嘴唇 八產 牛肉啊 我最近缺帖要多吃牛 牛是比一般平常吃火鍋的肥牛牛味更濃 而且更厚 烏冬是有熱和冷 不過因為我吃不到冷的烏冬 所以我們吃了一個熱的 也不一樣 如果天氣再熱一點 我覺得吃冷的烏冬應該不錯 撲爛了一個溫泉蛋 而且蛋漿超級好吃 整個唇膏 故事告訴大家要買一些不沾杯的唇膏 我將即將會購買 這個是 什麼 鹽味奶蓋的檸檬青檸檬茶 開始你會先喝到鹽味的奶蓋 鹹鹹的 再喝到底的檸檬青檸檬茶 馬上酸酸 整個混合起來很新鮮 超級好喝 超級好喝 好喝過我這個 我這個是什麼 四次咬了什麼都忘記了 不是 這是 蜂蜜蜂蜂蜜 這個是很普通的咖啡 我想它可能會比較酸 但其實它的酸味不是超級濃 這個真的很棒 我想到要加青檸檬 因為 脆掉了 沒有 沒有 試完這個小鬆餅 我選了一個味道是 鳳梨 不是 青酒鳳梨 不知道什麼名字 小鬆餅 青酒鳳梨荔枝小鬆餅 好吵啊 這個是青酒鳳梨荔枝小鬆餅 是有三個元素的 不知道會看什麼味道 先試一下 要蘸掉它的酸酸 吃到最後慢慢有一點鳳梨的味道 還沒陪出來 它還有一個荔枝肉 真的超清新的 應該是荔枝和小鬆餅一起吃 是 開心的 坐在這些環境吃著這個甜品 哈哈 為什麼今天特意拍攝 真的很神奇 為什麼大圍會出現一間這樣的日系咖啡 整件事很和諧 很輕鬆 很少可惡 被大圍看到 所以特意過來試探 還有這支香港串金石頭 有一個四層高的cafe 而且座位也不是超級多 我覺得是否真的可以做得到呢 做得長 其實我個人希望它做得長一點 所以我可以多點來 哈哈 雖然街景不是說 有人做這個工程 不是那些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但我覺得 因為可能妝環也很和諧 還有坐在這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還有如果天氣好一點的時候 有震震涼風窗過來 其實整件事是很輕鬆 剛才是有震震涼風窗 剛剛是有震震涼風窗 是很舒服的 現在又開始有點熱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秋天的時候 或者是初冬的時候 喝一杯熱的Latay 其實是一流 話這麼快 我們都在這裏吃了東西 聊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真的太舒服了 所以我都很推薦 如果你們很喜歡去Café 喝喝喝喝喝聊天 的話 我覺得很推薦你們現在去試看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讚 告訴我 還沒訂閱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有小鈴鐺 就會第一個收到通知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真的由天光 聊聊聊到天黑 已經天黑了 夜晚的屋子空間也挺漂亮 我們剛才應該要在這裡拍照 這裡也很漂亮 這樣也挺寫意 你喝酒啊